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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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hoc的時間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怎樣去保養你家的燈具 首先你要保養你的燈具 千萬不要經常開關燈 因為過於頻繁的開關 會令燈膽裡的燈絲的電流在短時間內突然上升 而它上升時就會超越了正常燈絲的負荷 有機會嚴重一點當然燈膽會報銷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你都會因為太大量的電流突然之間經過 亦都會磨損了裡面的燈絲 亦都令燈膽的壽命會有所影響 其次就是你在房間裡的燈 你記住一定要經常保持著它的清潔 因為它有很大機會會積聚很多層 亦都要保持著你的房間 不要經常都那麼潮濕 因為太過潮濕 其實你會有機會出現漏電的情況 亦都會有機會令燈很容易去生鏽 如果你說燈是在廁所裡的話 那怎麼辦呢 因為廁所是一個很濕的地方 一定要加一些防潮的燈罩 可以好好地保養它 令它沒有那麼容易去磨蝕 其次如果你的燈在廁所裡的話 那怎麼辦呢 在廁所裡有大量的油煙 所以我都建議你用的燈罩 都是一些可以防油污的燈罩 即是可以容易一些 如果它沾上油污的話 都很容易清理到 當然要頻繁去清理 這樣才可以令燈膽的壽命延長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裏 今天問問.talk的時間又到 問問.talk的時間又到 問問.talk 宜蘭逐個足 拜拜